集会进行体育课不舒服 而且有时候太阳会晒进来 会很闷热 因为很多人每次就是挤在一起 然后有人中暑过 有人来呕吐过 会被领导 老师是坐身材员的后面 所以也是会被领导 然后他们就很快地结束 做会然后会办 我希望我们的学校会建一个礼堂 让我们在里面可以舒服地进行活动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泽民燕 在这里我代表白沙洛滑小的师生们 向您发出一声呼唤 白沙洛滑小已经成立了90多年 如今却缺少一座重要的场所礼堂 孩子们总是冒着日晒雨淋的风险进行活动 今天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 诚恳地请求您的帮助 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而学习 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白沙洛滑小建校于1929年 如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 相信关心滑教的朋友都对白小不陌生 2001年监制立阳镇的白沙洛滑小 目前约有1700位的学生和100位教职员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 白沙洛滑小虽然坐落于 社会经济相对富裕的雪龙区 却没有一座礼堂 这也令白沙洛滑小成为了 八达临幽县十所滑小中 唯一一间没有离堂的学校叫人情何以堪 孩子们平时只能在集会处进行各项活动 比如说周会 演讲比赛 歌唱比赛 体育 和各种课外活动 但是开放式的集会处四周都是客室 由于没有隔音设备 当活动在这里进行时 难免会干扰到正在上课的学生 更令人苦恼的是 学校的活动总是受天气的制约 恶劣的天气会迫使学校取消或延迟筹备已久的活动 即便能够坚持进行 雨声和雷声也会干扰活动的进行 带给学生巨大的困扰 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会洒进来 导致到这个地面上湿漉漉的 变成孩子们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进行 已经筹备好的活动也没有办法进行了 我们需要有一个室内礼堂 是因为我们进行活动时 在室内的礼堂进行 可以不用被阳光晒到 而且我们就算在礼堂内发出噪音 也不会打扰正在上课的学生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 校方已经成立工委会 并启动新建礼堂的工程 这座多用途的礼堂将耗资大约一千万令吉 为学生们提供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遗憾的是 白小礼堂的建设基金目前还差了六百万令吉 距离筹款目标还有一大步 如今百物涨价 再加上地形特殊 礼堂需以斜坡而建 施工工程方面也被迫承担额外费用 斜上加霜 我们相信一座多功能的礼堂对于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至关重要 这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更是一个孩子们展示才华 锻炼技能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的舞台 也是凝聚学校大家庭的精神象征 这个问题呢 就像我们来来抵律在一个家庭 没有了一个客厅 导致不能得到一个享受到一个温暖的家庭 是不是 更何况呢 这样多人学生老师 在这边时常教书跟读书 更需要的一个很舒服的礼堂 每一位善心人士的捐款 都将为我们的孩子们打造一个 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未来 如果您对酬款活动有兴趣 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 在这里 我呼吁大家多关注 多支持白沙罗花校 我们的孩子需要您 希望您可以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 白沙罗花校 大切永迷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